哈喽妹妹 上来了爷爷晒太阳了 你的洗衣服啊怎么不用洗机器呢 手洗就行了就一线用机器的话也有点费电 哎呀这个没必要那么省的嘛 对了那个我看爷爷这几天都穿的是这一件外套 所以给爷爷买了一件外套给爷爷试一下 你是又买衣服又买水果的不行 哎呀我都买了再说了这是我对爷爷的一份心意 你怎么能替爷爷拒绝我呢对不对 哈哈哈爷爷来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爷爷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啊爷爷 哎你看爷爷还是挺喜欢的呢 哎呀不然去搞一号码哈去搞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 我又跟我们 这又唱 命运中的晨 晨晨 让我 往远方出身 哎呦完了呀妹妹我好像买的不是很合身的感觉小了点是不是哪有呀挺好的 爷爷喜不喜欢这个衣服啊爷爷 哈哈哈 哎呦妹妹那个咱们要不带爷爷出去转转吧今天天气这么好 好 一一穿新衣裳我们就走走说好呀对不 咱们出去转一转好不好爷爷 哈哈哈 哦哦等一下妹妹差点忘了一件事情那个你稍微等我一下啊 啊稍微等我一下 姚妹妹 那个刚才没好意思跟你说那个我我也给你准备了一套衣服我看你每天也是穿的这件衣服 不知道合不合身你快试一下 你也有这个 哎呀妹妹我都买了我当哥哥的给你买身衣服吗 快试一下你总不能对不起我这一份心意吧 快说一下啊就试一下看看合不合身 怎么样爷爷还舒服吗喜欢吗这个衣服 哎呃 哎呀你这身衣服穿的还挺合身的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哦不贵的这个衣服 没有的妹妹你不要有压力这个上面的标的价格啊它是他们乱标的不值这么多钱的你相信我的啊 真的吗 真的你来来把它取了 哈哈 哎呀这个一身还挺好看的 哈哈哈来爷爷走咱们带爷爷出去走一走吧啊 爷爷咱们出去玩了啊爷爷 你一般带爷爷在哪里去转啊 你一般带爷爷在哪里去转啊 没有转的 我要转的因为我要上山脚 就在山上 正好 山上脚也不方便 啊 你们没有去城里面转的吗 有少年进去山上的身体买什么 哦 这个 那妹妹还是辛苦你了一直在山上怎么照顾你 没有啊 这山上脚也不方便 啊 辛苦了 年轻啊 啊 是大学毕业时候就一直毕业吗 啊 对大学毕业我回来过一次 当时吵不到你爷爷了过后 我就又回去了 那会儿就是想在外面好好拼搏一下 那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这么忙 哦 我是在外面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 呃传媒公司 然后前两年是 这个行业的巅峰期嘛 所以说就一直在外面忙着没有回来 现在事业比较稳定了 就想回来看一看家里面的情况 看看能不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哈哈哈 好年我都我都想都没想过这些 你们做这个传媒是不是很值钱啊 都是辛苦钱 这个如果你想学的话 我以后可以教你啊妹妹 哈哈哈 我哪学都会这些 哎那妹妹 那你就没有想过要去做点什么 还或者是去干点什么吗 就一直在山里头待着 我想的话 我能出去上班 然后回来 每天不替家用 然后把家里面的房子修一修 就已经很好了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什么太大的 故想 嗯 主要是爷爷的身体 哎对了妹妹 当时 医生有说过爷爷的这个 情况有恢复的可能性吗 有 有 但是 只能慢慢来 就是 他说 可能恢复但是 又不一定能够恢复的好 这个 谁知道呢 连世代床都是这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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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